日本花华王子 与生结贤 于17日宣布离婚 直言受不了国仔的跟拍骚扰 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消息震惊各界 日前与生结贤的外婆受访时 对孙子的私事 造成轰动感到抱歉 他并没有觉得谁是受害者 因为离婚这个决定 让两人都感到很受伤 并透露与生结贤 目前的精神状况不好 甚至连饭也吃不下 外婆表示 家人原本认为 余生结贤早点结婚安定下来 获得简单幸福也很好 也想和孙媳妇见面 但他坦言 未曾接触过孙媳妇 也无法理解 为什么不能透露结婚对象是谁 本来像这可能时代不同了 所以也打算接受这个事实 却不料余生结贤 无语谨宣布离婚 让他觉得自己像是局外人 不过外婆也表示理解 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情 最难过的还是当事人 因此很心疼孙子的遭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